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段 Each Guggenheim houses many valuable artworks And has a unique architectural design That displays the architect's creativity 我们看一下 一开始Each这个字是每一个 它强调一个个别的个体 所以它说每一座的古根和博物馆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五到六座的古根和博物馆 Houses many valuable artworks 好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这个字叫做houses 那houses这个字呢同学大家都很熟 当作名词的时候呢当作房子对不对 但是呢house这个字特别要注意到的 它除了可以当作名词之外 它还可以当作动词 那当作动词呢就表示提供房子给什么什么人住 那在这边呢是给了许多valuable 非常珍贵的英文念成valuable artworks指的是艺术作品 那住有work这个字如果当作工作的时候 它是不可以加s的 在这边当作的是作品 它是可以加s的 好所以呢它提供了给这些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的地方可以住 那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收藏的意思 它呢收藏了许多的珍贵的艺术作品 它提供房子给这些珍贵的艺术作品呢可以居住的 好而且呢 has a unique 好这个has呢也是动词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剧的主词是古根汉 第一个动词houses and has 好它提供了它收藏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 而且呢这个每一座古根汉都有一个独特的architectural design 有一些个非常独特的在设计上在那个建筑上面的设计 而这个设计呢 that displays the architect's creativity 好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that 那它是一个子具 它引导一个子具用来修饰前面的先行词 在这边的先行词呢 就是所谓的architectural design 好所以呢它说呢 这种所谓的独特的建筑上面的设计 这种设计呢它呈现出呈现了displays the architect's creativity 它呈现了展现了这个建筑师的创造力creativity 好下一句它说 it was the guggenheim museum in new york that was the first to break the mold 好那这边呢有一个重要的剧型 我们先看这个剧型就是it was 什么什么什么that的剧型 好那这个剧型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我们强调剧 那这种这样子的剧型呢 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it is 或者是it was 后面呢 相对的有一个子具 而呢它把它所要强调的部分 就放在这个b动词跟这个that之间 那这时候呢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正式怎么样 好那我们把这句型呢 稍微呢跟朋友呢做一个整理 好这个句型的写法就是类似这个样子 就是it is it was 把它强调的部分 放在这个that跟b动词之间 那这种部分我们就叫做强调剧 那我们要强调的部分各有不一样的地方 好例如说呢我们可以强调古跟汉 纽约的古跟汉博物馆 我们也可以呢把它强调 除了可以强调地点之外 我们也可以强调人 强调时间片语 这些都可以的 在这边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好了 好我们先来举这个例子 it was tom that broke the window yesterday 好昨天呢有人打破窗户了 对不对 这种打破窗户的人是不是andy 不是 是不是Peter 也不是正式汉 好所以呢我们把呢要强调的部分呢 我们要强调汉姆这个人 是谁打破窗户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在b动词跟that之间 好那我们这样子的句型呢 我们如果要把语气稍微转换 我们说汉姆昨天有打破东西哦 他打破了是什么呢 it was the window that tom broke yesterday 好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强调的就是 他汉姆他所打破的东西是窗户 不是杯子也不是碗 打破的是窗户 所以我们把要强调的部分放在这个 was跟that之间 好那除了此外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加什么呢 it was yesterday that tom broke the window 好我们也可以强调时间 也就是我们强调呢 汉姆呢我们知道他打破了窗户 但是是在哪一天呢 就是在昨天 it was yesterday that tom broke the window 所以呢一样的句子 我们可以把要强调的部分 放在这个所谓的逼动词 跟that的子句之间 这个我们就叫做所谓的强调句 那这种句型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呢 也经常出现 同学呢不妨呢 多找几个句子呢 来自己做一个练习 所以我们再回到课本这个句子 他说 it was a guggenheim museum in new york 他说的就是不是别动 不是别坐博物馆 就是在纽约的这座谷根汉博物馆 正是这座博物馆 发生什么事情呢 was the first 他是第一座博物馆 来怎么样呢 to break the mold 那more这个字原本是模子 好以前的建筑物呢 就像是一个模子一样 印出来看起来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差别 好但是呢 这个谷根汉博物馆呢 他是第一个不是别人就是他 怎么样呢 他打破了这样子的刻就 这个mod原本是模型 当然就打破模型怪怪的 这个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刻就 什么的刻就呢 就是设计的刻就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句了 with its unconven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whole new way of viewing paintings this architectural masterpiece will surely continue to challenge and inspire us 好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有一个由with所领导的一个介系词片语 那介系词片语呢 我们知道呢 放在句首 它其实它的功能就是一个副词片语 用来修饰后面这个句子 好那with在这边呢 要特别注意到 with这个字呢 放在句首 后面接名词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是因为 或者是借由 那在这边我们放在这个句子里头呢 当作因为借由都可以 好所以他说因为呢 他的unconventional 就是所谓的非传统的 反传统的 原本的convention指的就是传统 加上一个un就变成反传统al形容词 所以呢因为呢 他的反传统的一个结构 and whole new way 一个整个全新的 叫做who new 这个who就是全部的 一个全新的方式 什么的方式呢 viewing painting 欣赏画作的欣赏的方式 各位还记得吗 他们的那个图画呢 是有点倾斜的 因为墙壁是有 有点倾斜 他模仿画家在作画时候的 脚架的那个角度 好所以呢 因为呢 有看画的全新的方式 因为这两个原因 this architectural masterpiece 好 这个呢 所谓建筑的masterpiece 就是杰作 杰作这个字 其实不难 它是由两个字所合并的 一个是master 好 master呢 原本的意思呢 就是专家大师的意思 piece呢 你把它想成 a piece of artwork 好 就所谓的 那个一件艺术作品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piece 所以masterpiece 我们就中文 就翻成杰作 他说呢 这个建筑上面的杰作呢 will surely 一定可以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可以持续的 去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challenge 挑战 inspire 激励 或者是启发 启发谁呢 启发我们 好 那么这一刻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